8月29号 中国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 当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完成进驻香港以来第22次轮换行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介绍 此次轮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有关规定 经中央军委批准进行的年度正常例行行动 正如我刚才所说 今年的轮换行动是一项例行性的安排 时间与往年大体一致 而且是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防务的需要而确定 针对香港近期发生的暴力示威活动 任国强回应 我们认为示威活动必须遵守香港的法律 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将一以贯之地严格依法履行自己的防务职责 任国强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2年来 始终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捍卫者 始终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捍卫者 也有能力 有信心守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关于香港驻军下一步的动向及打算 将按照年度计划开展正常的执勤和军事训练 依法履行香港的防务职责 有决心 有信心 有能力履行好驻军法赋予的职责使命 守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7月23号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空军 在东北亚地区组织实施了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引发舆论关注 任国强表示 飞行期间 两国空军飞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 未进入他国领空 对于8月28号发生的美舰擅闯中国南沙岛礁临近海域事件 任国强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为 这里我要强调美军屡教不改 一再擅闯中国南沙岛礁临近海空域 这是对国际法规则的严重损害 也是对中国主权安全的严重损害 严重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